晚安 CSH晚安 南风晚安 丹妮晚安 谢谢喝六桑的礼物 佳莹晚安 晚安 嘉勋少阳晚安 落日下晚安 天地下午晚安 烤秋晚安 偷摩晚安 727晚安 Cabaret晚安 阿贵仔晚安 Google晚安 伊卡晚安 雨泽晚安 摇晚安 Kentino晚安 奶奶晚安 晚安 雨露晚安 Sparky晚安 明金晚安 跟朋友在外面聚餐 今天可能沒辦法看了 好吧 握手會剛結束吧大家 開心嗎 今天大家都握了誰呢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要來現場report一下 美玲生日快樂 今天美玲生日喔 美玲的18歲生日 美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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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外面聚餐 沒有事 我們還在外面祁 また才好 美玲生日快樂 想做 也有人想要 演你 Не 冬ousse epard 喜歡特工連番嗎?超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特工連番 就是大家 都穿著自己的特工服 然後很開心要來找我握手 我真的有被驚喜到 我覺得很可愛 很棒 特工的大家 每個都有特色嗎? 有看到一些之前沒有看過的 粉絲們 他是特工 為什麼會結束後心裡很空虛嗎? 我是應該覺得 我是覺得很滿足 我沒有覺得很空虛 就是終於 終於跟大家見面了 然後 講到話了之後 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覺得一定還有下一次啊 我所謂天氣還好嗎? 當天很熱 就是大家 大家都 在大太陽底下 很熱 而且那時候大家都戴著口罩 所以 我是真的覺得 要 聽到大家講話 是不是很不容易吧 然後 就是有時候我聽不清楚的時候 我都會 我都會自己很靠近 然後用耳朵靠近大家 就覺得 很像那個講悄悄話的感覺 腦袋一片空白 很後悔沒有想到什麼話嗎? 其實我當時也 原本想說我會講很多話 但是我到了 嗯 我到了現場嘛 只是還是覺得 嗯 後來還是決定好好聽大家講話 我自己也沒有講什麼 有一些粉絲會準備很多話跟我講 就是馬上就會講完 然後 有些粉絲是 會當機一下 會緊張一下 然後 變得不知道該講什麼 可是我又覺得自己 如果 接下去講的話 會有點 打斷他的感覺 嗯 就是 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不知道 現在這個時間 到底是應該我 聽粉絲們講話 還是 粉絲們聽我講話 的感覺 然後 臨時 會被問到什麼問題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 現場的反應 這樣 我以為 跟魚露說我來參賽了 魚露會很尷尬 結果完全沒反應 哈哈 有啊 我有說 我有說我覺得你的 打扮很用心嗎 這樣 反而變得我好尷尬 哈囉高橋城 畢竟戴著口罩要聽到有點難度 對啊 對啊 就是 有時候 想要聽清楚那個粉絲的名字嗎 還是什麼的 可是他講很小聲 或是講很快 我就會 很不好意思的再問一次 看到粉絲的腦袋就會變空白了 喔 SWILL 記得你有來找我 要記得你來找我很多次 開心嗎 那阿哲 阿哲你去對 別人這樣子 用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次 我所會 我就沒有那麼心急了吧 沒有那麼急著想要 表現什麼 對啊 我只想要好好的 看一下 就是有沒有一些 自己 還沒有看過的 面孔 所以有很多 有很多 在直播間 就是 在直播間後來找我 但是我還沒有看過本人的那種粉絲 又來找我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終於看到本人 好生日 晚安 好生日 謝謝你 我怎麼會那天的來找我 有電話 家人應該接了吧 沒關係 喬達書晚安 羽露大地萬歲 其實我蠻喜歡這個口號的 雖然聽得很 就是有點 不好意思 突然被喊大地 但是我其實是很喜歡 愛上連翻了你 有啊 很喜歡 特工連續來跟我握手 大家的裝備越來越好 先去吃飯喔 好 有點中二但蠻有意思的 對吧 其實我現在覺得有口罩太好了 很有安心感 對 我覺得如果沒有口罩的話 那個 面對面的衝擊會更大一點 面對面的衝擊 不過我原本也沒有想說會戴著口罩 戴著口罩是後來 因為 疫情的關係 又決定要戴起來 不然原本是沒有要戴口罩的 對面的衝擊 還是沒有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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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 就完全沒有要戴口罩 希望下次被戴口罩 喔 我也會 其實我發現自己也很 不自覺的在戴大家的手 因為我自己緊張的時候也會找個東西來戴 但是我就握著大家的手 所以我緊張的時候會戴大家的手 有一些人就是 這次握手還蠻有趣的 就是會不知道要怎麼握嗎 然後來請罪 昨晚燒烤吃到飽 然後tag你 對!你太過分了 在這個時間tag我 吃燒肉 怎麼這樣 很像是碗熊在洗東西 有入吃晚飯了嗎 還沒 因為我還沒有餓完 然後就是 當天販售的 個人衣裝吊飾的第二彈 大家有買了嗎 有入手了嗎 有沒有買到自己喜歡的成員 我要打開來好了 叮叮 這次是 藍格子 跳onlytoday跟 choochoochoo的衣裝 可愛 大家有入手這次的 個人衣裝了嗎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YUNI的 立牌 桌上行下立牌 有餘露 釣飾的大家 現在可以 跟我說 耶 跟我有一樣的釣飾 早就買了 有啊 有啊 YUNI的粉絲 當天也有掛著給我看 謝謝你們 兩款都有了 這一款的衣服好可愛 我一直很喜歡這一件衣服 所以 一直很期待它什麼時候做很周邊 希望大家也可以 帶著這個釣飾 時常的參加活動 這種鑰匙圈我很怕 從中間斷掉 如果買了我一定要 好好保護好 然後之前說想要給 等一下 我現在 我的腳 因為昨天高跟鞋穿太久 然後 它現在都有點破皮了 有點痛 之前說要給大家看的 我的會員卡 就這裡 我的會員卡 AKB4K TINGTP的 FLANK CLUB 粉絲俱樂部 的卡 然後有我的名字 上面有寫 林佳穎嗎 對不對 我是編號 第11號 我要在上面寫自己的名字 給自己 不然就請阿潘幫我簽好了 保存起來 你如果自己花錢加會員嗎 沒有喔 我們每個成員 都有 都有會員卡 這感覺有點奇妙 泰哥有讓你開心就值得 要繼續向前行嘿 好喔 謝謝你們那天的熱情應援 我 收到了 為什麼你可以指定 林佳穎簽名呢 我們會一直都在 也會更加的壯大 好喔 特工們 特工們也要繼續加油 為你們應援的成員們 繼續變得更加的壯大 然後我昨天 我不是說我昨天 那個高跟鞋穿太久 然後現在腳都破皮了嗎 就是 我昨天應該帶一雙 帶一雙好走的鞋子來換 但是我就想說 嗯 算了沒關係 再多一 多帶一雙鞋 我的包包會變得超級大 所以我就都穿著高跟鞋 我想說應該都站著而已 就還好 結果我回去 在搭那個 搭火車的時候 我的腿真的是 我的腿真的是要斷了 然後那時候人有很多 就找不到位子 很想 很想在火車上蹲下來 可是我沒辦法 小蘭我亂入真是要不得 沒有跟stuff姐姐要阿潘的貼紙貼上去嗎 喔沒有啊 我們如果想要把首推成員印上去的話 其實是可以跟姐姐說一下 她會幫我們印上去 可是最近姐姐買了 我還沒有跟她說 可是最近姐姐買了 我還沒有跟她說 阿基拉晚安 你如果看到我有嚇一跳嗎 和想像中的不同 我想想看喔 鄧肯的本來 其實我不是按 就是 用外表去 把你跟 就是 就是 我沒有把你的外表跟名字連在一起 沒有錯 可是 你 跟我講話了之後 就會覺得說 喔對 這個是鄧肯的那種感覺 就是臉 就是外表那時候 可能也因為戴著口罩 所以沒有 很強烈的印象 的點 可是你跟我 從你跟我講了很多 有關直播的東西 還有一些 什麼 你跟我發生過的經歷 我就會覺得 喔 這個人是頓肯的 這樣 一個感覺 也就是在外面 給我的飯撒 絕對不能讓修哲知道 我會被詛咒 高橋城是不是收到什麼 飯撒都會很高調 很高調的讓 讓我的特工知道 有點掉胃口 昨天雨露給小蘭很多飯撒 在旁邊很羨慕 對啊 昨天難得看到小蘭來 所以我 我其實給女飯很多的飯撒 對女飯 覺得女飯都很可愛嗎 偷偷問一下我的留言看得到嗎 看得到喔 團長超級高調啊 當天有些 當天有些粉絲他們的造型也很 也很認真 就是有人的指甲也很漂亮 我記得是骷髏吧 雖然他現在好像沒在我的直播間 可是就是有幾位粉絲他們 都還是打扮得很好看 小蘭犯傻亂錄著 然後有一些是 就是已經滿頭大汗了 所以很想幫他們擦汗 可是又沒辦法 我是亂錄了藍色大耳朵 喔對啊 你當天不是有戴一個 很像米奇的耳朵 為什麼會想戴那個 頂到數晚安 謝謝你握著為我來 謝謝 開心 感覺這次又有很多新粉絲出現 對啊 所以我這次其實就是 又更 真的很多人會認不出來 我會有點緊張 就是 會想說 怎麼辦 我好像叫不出名字來 可是有很多是新來的粉絲 然後有些人就是可能 只握了一張然後來試試看 然後就一直在努力的寄他們的名字跟點 真的有拿面子給粉絲 真的有拿面子給粉絲 那個是不是日本職棒 中日龍隊的吉祥物 多阿拉的耳朵 所以它是 日本職棒的吉祥物喔 原來如此 我記得竹竹還有自己帶電風扇來催對不對 多阿拉是無尾手 然後就變成人設了 現在多阿拉是你的形象代表了 好 不能現場加碼太可惜了 買的時候 心疼荷包君 握完覺得荷包君過得太爽 握完之後想要再加握是嗎 修哲 有嗎我有給修哲犯傻嗎 我記得 我記得有阿拉在握手的時候 雖然我跟修哲在握手的過程當中 好像比較多都是認真在講話的感覺 就是彼此在一對一的交流的感覺 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很犯傻 因為我犯傻是 就是 我那一列還沒有人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去跟外面的粉絲互動 這樣 然後我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修哲的聲音 所以那時候就 可能沒有注意到吧 沒有犯傻 但是辛苦與路照顧家喻了 不會啦 我那天跟阿潘是不同步的 然後 可是有在休息室短暫的碰到一下子 阿潘看到我超開心 你知道阿潘他那一步握我 阿潘好像 第四步嗎 我那一天的時候他在第四步 然後他握完之後回休息室看到我 然後就很開心他就馬上衝過來握我的手 我就想說 欸你剛剛不是才剛握完粉絲嗎 然後馬上來握我 然後阿潘 阿潘就握走路的時候 看到我還是很開心 我想說奇怪 現在是要來握我是嗎 所以我其實 剛就是第四步有去握阿潘的人 其實你們都 我也跟你們握過了 因為阿潘就馬上過來握我 有去握阿潘的人 我也間接的跟大家握到了 第四步關門的好像是我 欸 所以阿潘 握完北元神推之後 然後回來休息室馬上又握我 間接握到北元神推 這是間接可以握到兩位成員計畫通 我去找他簽拼圖時 他居然說出了本名了 重要情報阿潘米康 看到雨露好害羞 這小可愛本來 還想一早就到 被我勸說天氣太熱 差不多時間到就好 是說昨天雨露的入口好窄 還好我沒被卡住嗎 有些 有些粉絲 握完之後 因為繼續看著我 然後就撞到旁邊的 撞到旁邊的牆 大家要小心欸 然後我記得昨天有一個半層 半層炭治郎的粉絲 那個我也印象很深刻 他有在直播間嗎 我不知道 有一個半層炭治郎的粉絲 然後他頭上還真的自己畫了一個那個 那個是什麼 刀傷嗎 就是炭治郎頭上的那個刀傷 我是不是把是有撞到 我沒印象了 呃 花生糖 花生糖那時候好像有 差一點點撞到 可是你有看到 有閃開的樣子 月月嗎 喔對對對 是月月 月月的打扮 讓我印象很深刻 欸很有趣欸 他怎麼會想扮 貪治郎來 這次有特別注意不要撞到牆 我之前差點撞垮本家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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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 小人正常 正常發揮中 正常發揮中 後面 列門好小 所以我前面的 我前面的幾個人 他們的門沒有這麼小是嗎 應該是因為阿潘很迷鬼滅了吧 他還有辦岩柱 原來他不只辦了貪治郎 他還辦了其他的柱 太用心了吧 最尾列被80 有嗎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列的狀況怎麼樣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真的 我這一列的門會比較小 那大家如果有發現 我這一列的門 稍微小一點的話 就是自己 進出路的時候 要 稍微看一下 才不會撞到 應該是說 因為雨露在這邊邊 所以門的寬度只有 我覺得很普通沒有打扮阿 不用每個人都要特別打扮 沒關係阿 因為握手會是來看 小偶像的 所以 小偶像們 打扮就好了 大家就 當天那麼熱其實 穿的 舒服就好了 而且你們真的排了 你們真的在外面 等了很久 然後那天天氣有怎麼熱 其實很想要 很想要 讓你們 就是 有稍微可以遮的地方 可是大家都很熱情 大家都在外面 一直這樣等 然後看到我們的時候 也有 就是打招呼 這樣 謝謝大家 愛是安安 還好這次沒把你們墊高 不然我看著 果果一真熊未鼻孔說話 等待是值得的能跟小偶像聊天讚讚 昨天有把你的拼圖徹底完成了 謝謝你 真的辛苦你了 為我的聖誕 一直在策劃中 就是每次活動 能辦得這麼開心 都是因為 就是 偶像們跟粉絲們 有一起在努力 所以我每次活動都會特別開心 都能感覺到我們的粉絲都很 就是 在努力的做 做應援活動 然後我們自己 也會努力的 想想看用什麼方法去回饋你們 而且我那天 我那天有穿的高跟鞋 不然 我其實本人會再小隻一點點 我那天 握手會的桌子 其實只有到我的 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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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啊 大概衛附近吧 就是我那天 小禮服 只有到上半身看得到 然後我下半身的裙子 其實看不到 所以當天 握手會的桌子 其實也蠻高的 如果我沒有穿高跟鞋的話 我大概 就是會 對 桌子會再更高一點 所以當天握手會不是我 真實的身高 是有墊過的 有些粉絲也很高耶 草莓醬嗨嗨 謝謝你握手會的來找我 真實的身高不就159 不是 是160 160要長高了 是160 不是159 是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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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在的160 我自從量到160之後 我就再也不去量 再也不去量身高 所以160這個數字是沒有騙人的 正確無誤 很堅持 跟羽喵或所要抬頭 是因為有墊箱子吧 箱子太高了 堅持自己的身高 對啊 160不能 但是 就是 160跟159 沒有差多少 可是160聽起來 就比較 比較喜歡 反正我也長不夠 我也長不到自己 理想身高165 所以 至少 至少要有160 好不好 160是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後昨天 有很多粉絲 就是 蠻意外的 因為他們雖然是 很少來看我 就是 來看我的本人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們 但是 他們說 他們從 我徵選的時候 就有在關注我 所以 我在 這次的握手會 我才發現 其實有很多 默默在關注我的粉絲 只是 都沒有浮上來 讓我看到 是隱藏的 隱藏的粉絲數量 希望之後 可以讓他們 漸漸的浮出水面來找我 是堅持身高160的小偶像 對 是160 泛水偶像一經常 有些是跟著 雨霧回歸的朋友 害羞的粉絲比較多 真的 大多數的粉絲還是 害羞的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很害羞的人 我不知道耶 比較 比較不太會說話的粉絲 跟我講話的時候 會比較有 比較能夠講出來嗎 非常尋常 是害羞的粉絲 全都尊根 就寫面來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就是 雖然有些人就只握了一張握手券 然後短短幾秒而已 可是會讓我知道更多了 我要怎麼去 我到底要怎麼去 應對大家的一個方法 對啊 因為大家 大家多少都會跟我說一些 就是他們自己是 之前完全沒看過我 或是怎麼認識我的這樣 所以我 有跟我講的話 我就有辦法去留意他們 就算平常 平常直播或是IG 都沒有看到他們的聲音 但是 就是這種活動 如果有跟我講的話 我就 還是有辦法注意到他們的存在這樣 所以握手會真的很重要耶 握手會 握手會 才有辦法認識粉絲 可是 我參加過的握手會 太少了 這次也才第二次而已 我第二次的握手會 跟第一次的感覺差很多 第一次 我第一次的握手會是在 是在冬天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也是在室內 我覺得那 第一次的握手會時間過得還蠻慢的 就是 每個人 都握了很久的感覺 但是 這次 這次的握手會真的是 如果只丟一張的粉絲們 他們很快就會被 工作人員給清走了 有明顯這樣子感覺到 可是以前第一次握手會是 就算丟一張 可能好像 還是可以握很久 我還沒有習慣那個時間嗎 有如果這次握手會有特別下功夫的點嗎 嗯 我想想看喔 這次的握手會 我覺得不太像是特別下功夫 比較像是 去調整 比較像是有 針對每個粉絲去調整自己 對應的那個方向吧 嗯 因為 以前的話我是會比較 之前第一次的握手會 我是會 比較 先演練好 因為以前的握手會 我比較知道 有哪一些人會來找我 就是會固定跟我互動的人 我還蠻了解的 所以 我會去先想好 如果他們來的時候我要說什麼 但是這次我是真的 不太清楚有誰會來 然後 我也不太清楚來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樣子嗎 嗯 因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 我會比較 先 觀察那個粉絲是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 然後 再去想我要怎麼回應他會比較好 對 但是我 都沒有變的就是 因為 我知道大家 那幾秒是很珍貴的 如果有想要說一些 如果有想要對我說一些什麼話 但是卻沒有說完的話 應該會有點可惜 所以我這次握手會比較 偏向就是 真的很好好的在聽大家講話 就是 嗯 大家如果有想要講什麼 我有發現到的話 我都會很認真的 一直盯著大家看 就是 想要大家慢慢的把話講出來 對 那有些 有些人 有點吞吞吐吐的話 我會不知道他是 因為緊張 所以 講不出話 還是他真的 不知道該說什麼 對 那這種時候 我會比較不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 講話嗎 嗯 因為不想打斷他 可是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為沒有話想講 所以才這麼緊張 對 但是我覺得 在那短短的幾秒 有好好的握著大家的手 然後 有好好的看著大家 就還蠻滿足的 所以我就算 就算 我們這次 就是 我這次的握手 會可能 對應不會像以前這麼的多 也不會像以前一樣 想那麼多 想那麼多 掉粉絲的方法吧 不過這次 我都是 有 好好的握著大家的手 對 就是 也跟以前一樣 是 到 到最後一刻才會放開的 那種類型 握手會就是 握好握滿 就算很緊張的 很緊張的粉絲 我還是會 很認真的握著他的手 然後很認真的看他 就這樣吧 阿 有點緊張 有卡 可是櫻桃 我覺得櫻桃帽 已經算是 表達得很完整的 粉絲了耶 我覺得櫻桃帽 其實表達得很好 雖然能看得出來櫻桃帽還是很緊張 但是 我覺得你還是 有好好的把自己想講的東西講出來 沒有什麼間斷 很棒 嗯 盧卡嗎 盧卡晚安 雨露真的很認真的 看我的眼睛 對啊 我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會很認真的盯著他的眼睛看 這次因為口罩的關係 反而會很認真的盯著眼睛看啊 就是 這次只有 只有露出眼睛的關係 所以大家應該 會特別的 注重在我的眼睛上吧 會發現我真的很認真的盯著大家 不過握手會 但是 握手會的重點也不 也不是 在於 講了多少話吧 因為 其實 要跟我們 講到話的機會還蠻多的 你在直播的時候也可以講 然後在IG的時候也可以講 對 所以我覺得握手會比較重要的就是 等一下 我怪小朋友 握手會比較重要的就是 兩個人 近距離的 近距離的 那個感覺 對 這次的握手會比起 比起想一下自己要說什麼 就是 我覺得不如 然後 營造出一個 嗯 只有兩個人的空間的那個感覺 會比較棒嗎 因為說真的我也沒有辦法 我也無從準備啊 我不知道有誰會來 我也不知道大家會說什麼 所以 我那個時候就 也沒有 多想太多 我就只是 盡量讓那個 每個人的 時間都是很 很棒的 很珍貴的 然後 好好的握著大家的手 然後 看著大家就好了 這樣子 我今天煮的晚餐 在我頭貼魚路有要看嗎 我看一下 小黃瓜 跟魚嗎 那個是魚嗎 你成功的讓我今天想吃小黃瓜 可是有大 有大電燈泡stuff耶 這樣要魚路告白可行嗎 還有電燈泡stuff 大家 可以 暫時的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 就不會覺得stuff在旁邊 有點礙事了 因為stuff也是 要保護大家的安全 所以 才站在那邊的 但是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成員身上就好了 你這次的風格跟第一次差好多 對吧 這次有 調整一下 應對的方針 大家有感覺到 好 魚路下一單我所會登記你 好啊 那下一單我等你來喔 不過我那時候有點擔心說 自己會不會對應的方式有點很關腔嗎 因為 我很多時候都會跟粉絲說 就是希望你下一次再過來 這樣子 嗯 不過 怎麼說呢 因為是比較不熟的粉絲 所以 這樣子講好像也比較好吧 嗯 只能透過 叫他多來幾次的這個方式 才能慢慢 知道要怎麼去跟他說話會比較好 所以我還是覺得自己用很關腔的方式 應對了 就是跟大家說 你下次一定要再來喔 這樣子 的一個方式 瓶頸間嗎 對 他的歌 不關腔啊 本家的成員也會說 またね 因為這樣講 這樣講是最適合的啊 對於自己還沒有這麼清楚的粉絲們 我覺得這樣子說會比較好 可以把手 死死的握緊 讓他下次多握一點啊 有啊 我有努力的 我有努力的握緊啊 然後還有粉 還有一些粉絲來找我猜拳 有 有來找我猜拳 然後 我第一次 輸了一個粉絲 輸了好像兩三次 然後我後來就生氣 我就不跟他猜 然後後來 後來又有 就是 博弈好像又來找我猜拳吧 可是那一次我就贏了很多 所以 猜拳這件事情還蠻看運氣的 以上是剛剛阿潘選手對我的惡行惡狀 我看一下 那我下次學萌大好了 純顏屬性 大家的對應其實都很棒 反而是 我要跟被我演的成員道歉了 所以粉絲們你們也會 就是你們也會擔心自己 演的成員嗎 二連勝選手 就是 plus plus 贏了我兩次 不講話互看 你們會覺得 你們會覺得不講話互看 會很浪費握手鍵嗎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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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眼神 叮到你 靈魂伸出去 直直的叮著你 我演的Momo還讓他綜藝水 心裡發很怕 可是我真的 因為有一個 好像是Yuki吧 Yuki那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 可以這樣子跟我互看 就已經很幸福了 就是雖然他那時候好像 也是因為 突然很緊張 不知道該說什麼 可是他覺得 這個時間 可以跟我這樣子 那麼近距的對看 他就覺得很幸福 我也覺得這樣子 跟粉絲們對看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不一定要說什麼 如果是髒術很多的 的確 互看很久的話 會覺得 特別尷尬嗎 而且 髒術很多的 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真的這樣子 一直互看 因為我自己也會害羞 不過 只有一點點 時間的話 要互看也是蠻 蠻好的 因為有些粉絲 其實他們在說話的時候 不會 不會看著我嗎 就是明明是可以 好好的 近距離觀賞的機會 但是因為 看著的時候 會太緊張 講不出話來 所以會 眼神就會避開 不會覺得浪出 只是覺得很尷尬 不會覺得浪出 只是覺得很尷尬 剛剛高層突然出現在我背後 看我說話 不知道有沒有被插包 所以 嗯 就是握手繪的時候 大家在握之前 還是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在那段時間要做什麼比較好 因為 我有時候緊張 不是因為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 是因為 那個粉絲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 如果我不太清楚那個粉絲要做什麼的話 我不會 擅自的去 嗯 我不會擅自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比較不會 這樣子去打斷人家 對 所以 如果我不確定那個粉絲要做什麼 但是 我又擔心他把那個握手券的時間給浪費掉的話 我反而會很緊張 所以大家可以 稍微跟我提 提一下你這段時間想要做什麼 如果想要講話的話就講話 然後想要要求我做一些什麼事情的話 就可以直接跟我講沒有關係 對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也會拿捏 但是 粉絲們真的有想要在那段時間做一些什麼的話 這個是屬於你的時間 是誰要好好的利用嗎 嗯 就是因為握手會是粉絲們買來的時間 所以我才不會想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 就是怎麼講 去填滿它 就是雖然我可能覺得 這段時間的話 這段時間的話 對粉絲 對那個粉絲做一些什麼 或是說一些什麼 會比較好 不過那個畢竟是粉絲們買來的時間 其實要怎麼運用 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我不會再 我不會再去介入啦 雖然很 有時候會很尷尬還是怎樣 但是 那個也是 那個粉絲自己 要 自己要運用的時間 是他自己 應該去決定的 我這樣想有比較好嗎 沒關係 下次我點魚露 然後指定交給魚露 教導嗎 交給魚露指導嗎 是 是 那一段時間的主導全是我 是嗎 本來想說要請魚露現場說 心形病毒的口白的 可是一見 一看見就忘了 我現在想看喔 如果要交給我主導也可以 那個時候有 我記得有粉絲叫我喊 叫我喊 啾啾啾的台詞吧 欸 還是對我做 啾啾啾的動作 然後那個時候 他有對我 講這樣的要求 所以 我有對他比 啾啾啾的動作 這種也可以 娛樂有兄弟姊妹嗎 我有一個妹妹 欸 好像是我 是嗎 喔 是花生堂 叫我做啾啾啾的動作 那你收到之後有開心嗎 我有做好了 哈哈 握手已經鼓起勇氣 再互看應該會想跑出去 這個我很懂 自然 跟帶來握手也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我自己的話 偶像也是會有點害羞的 一切靜態不嚴重 從你那個表情符號我已經瞭解了 今天我會直播到 今天我會直播到 八點 八點半 左右 八點半左右 今天會直播比較久 其實也沒有特別想說什麼 就想去看成員 對吧 那段時間太刺激了 感官上的刺激 真的會沒辦法說什麼 就只能 好好的看成員吧 對吧 可以看久一點 變成新鮮檸檬晚安 而且有一些粉絲跟我反應說 自己因為都在上班的關係 沒辦法看我下午五點的直播 所以我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改時間嗎 因為我個人不是很喜歡 那麼晚直播 因為 我的房間不是自己一個人的 所以如果我要用自己的房間 就是我要用這個房間直播的話 其實也要考慮到其他的家人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不喜歡在 那麼晚的時間直播 就是因為這樣 但是 嗯 如果又想說 希望有多一點粉絲可以來跟我聊天的話 的確要再晚一點會比較好 嗯 所以我後來 嗯 我再想想吧 如果我 有要再改時間的話 會跟大家說的 自己可以的時間就好了 好 然後我今天其實 我今天其實也有 想要跟大家聊一些事情 嗯 嗯 就是我現在 嗯 怎麼講 我想要跟大家 想要跟大家聊那個 我自己 其實 S&S上面的一些事情 就是 嗯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 其實還蠻少 蠻少在發文的 尤其是一些 活動結束之後 例如說 迷你控結束 或者是 喔 握手會結束我有發啦 但是 就是 嗯 迷你控結束很少在 很少在發文 對吧 嗯 就是我覺得自己 現在 嗯 好像 發 發文這件事情 不太適合 現在的我 去做 因為 現在發文對我來說 其實不是很 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這樣講 那種 不怎麼好耶 就是 我不覺得 一直發文對我來說 是比較健康的事情 因為 我 嗯 嗯 我通常會想要發的文章 都是那種 還蠻難 還蠻難 消化的 然後 那種 很長 打得很認真的那種文 可是那種文也 不太好 讓大家看啊 就是 我其實要發一篇文 是很 耗費心力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這一次 我這一次 minicone結束之後 就是我一直 我其實 沒有什麼心思 在發文 就是我一直在想 自己 那個時候 在舞台上 有沒有一些 需要檢討的地方 因為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這一次 我這一次的 minicone表現得 有跟自己想的一樣好 所以我其實在表演結束之後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總不可能 我總不可能在表演的時候 去想 因為會影響到我自己 表演的時候的心情 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都會把這種 要檢討自己的一些事情 放在表演結束之後 所以我沒有辦法 就是 很輕鬆的發文 然後 跟大家說 今天很開心啊什麼的 然後 通常粉絲們都會在 底下留言 然後說 雨露你今天很棒啊什麼的 可是如果我自己 沒有真心的覺得自己 那天 表演得很好的話 還被粉絲稱讚 我會覺得你過意不去吧 唉 這那種感覺 總而言之 就是還沒有找到一個 自己 覺得 比較可以的方針 不知道怎麼去 管理自己的社群 不知道怎麼去經營自己的 SNS之前 我不太會想要發文章 嗯 不過 嗯 怎麼講 其實不只是 迷你礦的事情啊 就是很多 很多文章我都 不太清楚 到底是 嗯 講一些很 真實 就是自己真實的想法呢 還是 把它當成 就是 很宣傳用的東西 然後都要 以大家最喜歡 最好看的為主 有時候會在 斟酌這兩件事情吧 然後就 有點不知道 要往哪個方向去發文 比較好 為什麼會過意不去呢 有些時候自己本身 沒法 察覺做得很棒的地方吧 嗯 是沒錯啦 就是 我不會 覺得自己整場表演下來都是不好的 可是 嗯 怎麼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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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覺得每次都是這樣 會 有種 嗯 很 很 很膚淺的感覺 就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覺得自己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想法很麻煩 就是 我自己會想那麼多這件事情 其實會 反而會造成帶著的麻煩 嗯 不過我實際上就是 會想那麼多的那種人啊 那我到底要不要把自己 想那麼多的這件事情 發表出去 就會一直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發文 然後我常常 我常常打文這樣的時候 就是 打完之後 又會把它刪掉 不然就是打完之後 就算 可以發出去了 我還是會 不發嘛這樣子 打六三 打六三 就是 我有時候 我當然也知道 輕鬆的發文 就是 輕鬆的發文可能比較好吧 嗯 嗯 嗯 發文這件事情 嗯 就是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以做 嗯 所以 我才一直在想要用哪一種 會比較好 嗯 然後有時候自己打了很多 但是又沒有 又會擔心 就是 這種東西好像 很不好消化又 其實沒有必要跟粉絲說那麼多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就又會把它刪掉 可是把它刪掉的時候又覺得有點難過 這都是我的想法 然後 打出來 好不容易打出來這麼多 可是卻又要把它全部刪掉的感覺 又不太好 可是 有時候 覺得這樣全部發出去又太裸露 就是 至少 身為一個偶像的 SMS 要有一點包裝會比較好 然後就會一直掙扎很多事情 所以到後來又沒有發文 還沒有決定好一個方針吧 或許你的粉絲會喜歡這樣的發文 是沒錯啊 就是 有一些粉絲也有 在握手會的時候 跟我說 他們很喜歡我 IG的風格 然後 或者是很喜歡我直播裡面 聊的一些東西 覺得我跟其他的偶像 很不一樣 會講很多 很認真的話之類的 對啊 可是 嗯 有時候 我真的在想這些東西的時候 又會被說什麼 就是 又會被說 你其實可以 輕鬆一點 這樣子 嗯 可是如果你本來 就是 你本來在想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然後 然後 就是很不輕鬆的話 那 你又要裝得很輕鬆的發文 到底是真的輕鬆還是 裝出來的嗎 這樣子的感覺 對啊 不過我又會覺得 讓自己看起來輕鬆 其實 不要讓粉絲擔心是一種 很 嗯 嗯 就是不要讓粉絲擔心會比較好 的感覺 所以 又會把自己原本的想法又刪掉 沒有發出去 沒有發出去 有時候當下的感覺過了就是過了 以後想要再打出來都沒辦法 對啊 我通常也是 當下有那個感覺的時候 通常是在晚上 然後我就會 原本把自己想要打的文章打好 然後早上再決定要不要發出去 可是通常 我早上醒來之後 我都會覺得自己打得太多了 然後就會把它刪掉 就是有時候到底要不要說這麼多 真心話的那種感覺 嗯 有時候當下的感覺過了就是過了 不如先打出來當做日記 在思索是給粉絲看 是不是 在思索如果是給粉絲看的 是不是要刪去那些 我的確都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我會先把它打起來 先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再想 再想想看這些東西 是不是給粉絲 是不是應該可以給粉絲看的 但是我其實覺得都可以啦 因為我 我就算 嗯 每次都會想很多 但是我也不覺得是什麼 很負面很不好的東西 所以給大家看其實都沒什麼關係 但就是很 很沉重吧 就是我每次在想事情我都想很深 然後就是想的太深 反而會很難很難表達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可能 發文的時候就只會用幾個表情符號去代替而已 不過其實實際上我是想了很久嘛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去取決比較好 才會只用表情符號來發文 因為Instagram就是一個 就是Instagram就是一個 以分享照片為主的平台 那你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去花那麼多時間在 斟酌你的文章 不覺得很沒有效益嗎 就是應該多花一些時間去 拍一些可以吸引人的照片 對自己經營Instagram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後來才 後來才用 大家表情符號這麼簡單的方法來發文 可是我實際上 不是只想發這種文章 我覺得像一家那樣就不錯了 對啊一家的 我有想過自己跟一家的差別 一家的雖然也是長長的 長長的那種文章 可是一家的發文的風格 還是完全的跟我不一樣 就是 我覺得一家比較像是用 比較長篇 然後 比較 有自己風格 的 比較文青的一個方式 去 表達他對生活的一些 看法 跟紀錄下來 這種東西其實是 算是輕鬆的 但是 我 我覺得我會打出來的東西 不是這麼輕鬆的東西 嗯 因為 如果按照正常我的想法的話 我在MiniCon結束之後一定會打很多 自己對 自己對之後的工作 然後 就是對這些表演的看法 怎樣的 然後那種東西 就會覺得 嗯 只有表演者自己知道就好 其實不用給粉絲們知道 對啊 粉絲們只要負責觀看跟享受就好 那你這些 私下自己在 自我檢討的東西 其實可以 不用打出來 讓大家知道 對啊 但是我實際上就是 一直在想這些東西啊 所以 嗯 有時候要不要 乾脆就直接發說 哇很開心 這種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出去就好了 會比較輕鬆 可是這種文章打久了之後 我 我又會變得很不喜歡發文 因為我會覺得自己每次都一樣 然後有時候又會想說 那 大家到底會不會想要 聽我講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知道自己 自己 就是 自己打出來的東西 是很不好消化的 所以 如果大家 也不是很想看的話 我也會擔心說 自己這樣發文到底好不好 好 就是我發文的方式很不 很沒有迎合大眾的那種感覺 對啊 就是我其實也不喜歡 自己發文的方式 只是按照自己 喜歡的方式在做 嗯 雖然發文 就是經營自己的sms 看起來還蠻 聽起來還蠻自由的 就是 自己想要怎麼去規劃 就怎麼去規劃 但是 又不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 沒有被 嗯 畢竟 偶像的sms是一個 自己宣傳的管道 自己宣傳的管道 是要被大家 被 讓自己被更多人喜歡的一個管道 那你真的 只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做 但是卻沒有引來 更多的共鳴跟關注的話 那到底是有沒有用的 自己也會在想這個東西 或是可以寫相對的 相對於其他人 看其他人在翻譯自己 嗯 Dururu Note 見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 寫太多 覺得沉重寫太淺 又怕不符合自己感想 嘛 差不多吧 講大家想聽的話 太久會 厭反的話 那說真心話也好 不然會走不下去嗎 該怎麼講 不過通常我去找人 講這樣子的一個煩惱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給我的回應 的確都是 的確都是 你就照自己 你就照自己 習慣的方式 舒服的方式去做就好 嗯 但是 怎麼講 嗯 我又會覺得 嗯 SNS算不算是一種 自己 表演的舞台的那種感覺嗎 就是 你需要放上的是 就是 會吸引人的東西 而不是 而不是 你想要 放上去的東西 全部就 全部都放上去 就是把SNS當成 還是在表演的一個環節嘛 就算 就算 minicone結束之後 也不用 也不要 發那麼多 讓人很難消化的感想 去放一些 就是去多放一點 minicone的時候拍的照片 然後讓大家 就是更 嗯 更喜歡 更輕鬆的 去看你的 ig 這樣子 就會一直考慮 到底要哪一個 嗯 所以我還拿捏不好 我還拿捏不准自己 到底要用哪一種方式 去經營自己的ig 所以我都很少發文 而且我覺得自己現在的表達能力 也越來越 越來越雜亂 雜亂嘛 就是 順序 順序也沒有連貫 然後 又一直跳來跳去的 不過我真的是 常常在想事情的時候 腦袋都是這麼多 這麼多爆炸的東西 所以 要一個一個講出來 其實還蠻困難的 嗯 也是想要呈現 能夠給予粉絲 還是身為偶像的那種感覺嗎 是啊 就是覺得自己 自己畢竟也是偶像 那自己的ig 是不是也要 也要 把它像 一種 一種 表演一樣 然後好好地把它包裝好 讓它去宣傳 讓它去宣傳 讓它去宣傳自己 然後不是把 不是把自己 喜歡 跟想要講的話 全部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輕鬆看待師一會兒 實在寫出自己的心情 說不定 能夠讓粉絲更了解你嗎 對啊 因為我 一方面我也覺得 我的確也覺得 讓粉絲 更了解我 這一塊是蠻重要的 不過說實在的 要了解 要了解我會有點 會有點 會有點 會有點麻煩吧 因為我每次都會 想那麼多 東西 那 如果是真的想要了解我 其實是一個 很 很 很 麻煩的一個工作吧 會擔心大家 會不會 不想 不想聽到這麼多東西 什麼都可以試試看 說到底包裝是什麼呢 也可以說你的東西就是包裝嗎 嗯 為什麼對發文想這麼多 又不猶豫的 又不猶豫的 又不猶豫在直播 把這些想法說出來 因為 因為發文是 會一直留著很久的東西 就是大家隨時想要去留言都可以 這樣子 可是直播的話 就比較像是 當時候 在我直播間的人 才有辦法跟我互動到 而且 嗯 粉絲們 如果是直接看到我本人 在這樣子想的話 他們可能在發言之前 會稍微 多思考一下吧 畢竟都 畢竟都看到我本人了 但是在照片 IG上面就照片 不會想那麼多吧 就是沒有看到本人 實際上在思考的話 而且 IG上我也沒有辦法 直接的跟你們對話 所以在直播上 反而會 比較能去 化解一些誤會的感覺 我比較傾向於在直播講這些東西 但是我不會在IG講這些 所以我才覺得 目前對我來說 發文不是 不是那麼健康的一件事情 對啊 因為說實在的 少了 如果少了 嗯 少了IG要發文這一塊 我其實會少了很多 需要去思考的東西 也會少了很多負擔 會比較有 多餘的精力去做 其他事情 表演方面的事情 對 可是如果又要去多去想 發文這一塊 要怎麼拿捏的話 其實會 會多了很多負擔嘛 所以 若是有些心思 會 會比較想要一種 即時的回饋 對啊 會比較想要即時的回饋 對啊 會比較想要即時的回饋吧 因為我每次 像我每次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然後 大家就會變得 比較 不講話了嘛 可能有些人在想 我在說什麼 然後 我也覺得自己沒有表達很好 所以 他們不會 嗯 太了解我在講什麼 然後就會 比較少互動 但是這樣對 這樣對直播來說 其實不是這麼好的事情 嗯 如果是像我之前那種直播的方式 會 很多的互動 很多的留言 因為我 我之前的直播都很瘋狂 然後 都會做一些很吸引人的事情 對 會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比如說 穿很多衣服啊 不然就是在 鏡頭面前 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讓大家 很開心 然後讓大家一直留言 可是 如果像我現在會 講這些這麼多的事情的話 就會比較少人留言 其實之前那種直播方式 是比較 比較相對有效益的 比較相對可以 讓別人喜歡上自己的 那種全粉方式 比較吸引不到人 但是這種吸引不到的話 就會覺得 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沒什麼 嗯 也沒什麼幫助 嗯 機器人魚 我現在還記憶遊戲嗎 只有在直播聊天的 在現場才有話聊 在直播沒有話 沒有說話的 在現場也 沒有啥話聊 嗯 相信語錄以後 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的 對啊 我也想等自己 找到 找到答案 找到一個自己 比較能 接受的方法 再來 再來發文 我現在還在 還在 煩惱 還在迷惘的過程 現在 沒有辦法一直發文 嗯 大家會不會覺得還蠻 還蠻奇怪的 就是 發文好像也不是什麼多複雜的事情 為什麼 我可以猶豫這麼久嗎 為什麼可以猶豫自己 要不要發文這件事情 就是 有些人可能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我會 把自己打的文章又刪掉 然後又打又刪掉 一直這樣反覆衝突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是因為我 我真的想 會想到很多東西吧 所以 我會 嗯 嗯 沒辦法 沒辦法 把 管理自己的 sns當成很單純的事情去看 那也不會啊 蠻多人留言的 我的話是用一種說故事的方法 很難理解耶 所以我有小號 再小號才敢說真心話 我到現在還在想 小巨蛋要不要打report 我也很常打一堆東西然後刪掉嘛 對啊 所以你們能 你們 如果也是有 這樣子的一個經歷嗎 就是自己打很多 明明打很多文情並茂的 什麼五百字那種文章 可是後來又全部刪掉那感覺 就是這樣 就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多 很多東西 嗯 我的很多 個人特質吧 或者是 我有的一些想法 其實都不是不好 但就是還不知道要用 怎麼樣的一個方式去讓大家 了解它 然後去讓大家 去讓大家 被我吸引 是比較好的 就是我也在想 如果要同時做到 有包裝自己 行銷自己 然後跟 同時又保留 真實的自己的話 那要怎麼去做會比較好 其實我在想的是這一塊吧 我在猶豫的到也不是說 嗯 要不要 按照自己 喜歡的方式就好 或者是 嗯 當成很商業的 帳號在經營就好了 這樣子的事情 我想的是 我想的是 要把 怎麼把兩個合在一起 既可以表達自己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跟別人不一樣的特色 好好的把自己的特色傳達出去 但是又 是被 人家所 吸引 就是 就是被大眾 就是 比較符合大眾喜好的一個方式去做 我還說什麼 我在想的其實是這個 要求戰可能是我的上限 每個風格都嘗試看看 看哪個反應比較熱烈嗎 也是啦 畢竟一直想 可能也不會有結果 那乾脆 就每個都試試看吧 這樣子 然後再 用結果來去看 要用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欸 飯糰 你來了 哈囉 我記得你握手會員來找我 謝謝 我倒是很希望 有人可以解讀到 我想要表達的 比如看過神推偶像嗎 那一部好像有表達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嗎 就有時候希望自己 希望自己是被理解的 但是 嗯 嗯 又想做一些覺得 對自己的宣傳比較有幫助的事情 嗯 不要每張照片都要吸引到新的粉絲 只要不下跑現有的粉絲就好了 晚安喔 晚安 嗯 每個人認識的你不多 要讓大家一開始都了解你多 會有難度慢慢來 所有的想法 還是 還是要付出行動才能知道結果 也是啊 嗯 所以大家覺得我就不要想那麼多 就每個都試試看就好了嗎 這樣會不會給人家一種很作夢不定的感覺啊 西恩晚安 嗯 一下開心一下低落 這樣感覺超反差猛的耶 喜歡 也不是 開心的 嗯 開心是開心 但是我說比較沉重的那些東西也不是低落啦 就是很 嗯 怎麼講 很像一個 我用一個比喻好了 比如說今天一個作者 寫書的那個作者 然後他 嗯 他想要傳達的東西其實是 富含很多的 需要很多的知識背景才可以理解 是很難去 嗯 很難去表達的一個東西 對 但是他又想要把自己想要傳達的東西 讓很多人知道 就是他的書必須要暢銷嘛 那他就要去思考 怎麼樣 怎麼樣去 包裝 去書寫自己的書 去書寫自己的作品 會讓 自己的作品 更廣為流傳 然後讓更多人去買它 讓更多人去看他的書 被吸引到 然後 一方面又要 有好好的把自己想要傳達的東西傳達出去 這樣的一個感覺 大概像這樣 是吧 這個這樣比喻我很懂 對吧 就是很像 很像寫書的作者在 會遇到這種問題 嗯 一方面又要讓他 又要讓他吸引人 然後一方面又要讓他 嗯 保留自己 保留自己想要傳達的東西吧 就是 嗯 的確是需要 為了 吸引到人 去做一些改變 但是又不能 全部的把它改掉 還是要保留一些 自己的東西 那這個平衡到底要怎麼去抓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這樣子的感覺 剛進來沒有跟上話題 一個人想著 聽說在想文章是需要 吹眼睛或抹合 我覺得呢 跟大家討論 這些事情還蠻好的 有時候會得到一些 自己也想不到的結論 嗯 嗯 所以 我今天只是稍微跟大家 講一下自己為什麼很少發文的原因 但是 嗯 我還是會聽大家的 建議嘛 稍微去 改一下自己 到底要做 到底要怎麼去 管理會比較好 嗯 我覺得自己 慢慢應該會找到自己 的 就是 自己比較能接受的方式吧 慢慢的去嘗試 雖然現在很煩惱 對 而且也不想 就是也不想讓大家看直播 看的這種悶 因為我其實 很怕人家會覺得我很悶嘛 就是我直播要講一些很認真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 我的instagram要說一些 講一些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很怕人家看一看就悶了 然後覺得很無聊 對 所以 要把 要把 這種悶的東西包裝成 包裝成 會吸引到人的東西 其實沒那麼簡單 嗯 要包裝自己 行銷自己 本身就是個 還蠻困難的事情吧 尤其是 感情是包裝 像我這種 生死熟慮的人 感覺就是更加困難 感覺就是更加困難 關播的那種 對啊 因為我以前 就比較 關注在 怎麼樣可以吸引到粉絲上面 所以我 會做一些 真的可以從 開播 嗨到關播的事情 但是現在就沒辦法 現在會 對啊 現在比較傾向 讓 大家跟我聊天嗎 例如冰膠 對啊 小姨真的很喜歡冰膠 每次都提到冰膠 嗯 好 那今天我也差不多要關播了 我來念鑽石朋友版吧 看一下喔 今天的第十九名是花生堂 第十八名是 DANIEL 第十七名是 Yuki 第十六名是 哈六桑 第十五名是 Akira 第十四名是 櫻桃 第十三名是 卡丘 第十二名是 七二是 謝謝你們 接下來今天的第九名是 小姨 第八名是 CSH 第七名是 傅偉 第六名是 變成新鮮檸檬 第五名是 柏翼 第四名是 泥巴姓婷 謝謝你們 接下來今天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 修哲 第二名是 Morisin 第一名是 謝謝你們 以上是今天所有的 所有的鑽石飛行榜 還好今天有跟 有跟直播 我覺得稍微接近 雨露一點點 對啊 真的謝謝大家 我會認真打report 會推廣的 好 那就拜託你喔 好吧 其實我現在也比較 我覺得自己也比較像是 做自己 嗯 按照自己的方法在行事吧 就是 嗯 比較自己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比如說直播 我雖然也知道 這樣子的直播主題其實還蠻悶的 然後比較沒有辦法吸引到粉絲 但是我還是會 但是我目前還是照自己 想要的方式在做直播 所以目前的我 現階段的我 其實還是蠻 我覺得還蠻任性的 還是按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在進行活動 所以我就會 特別的 就是珍惜那些 現階段還是很喜歡我的粉絲嗎 就是 雖然我做的可能都不是很 討好大家 或是 這麼 或是像以前一樣這麼 吸引人的那種直播 但是還是會一直留在直播間 配我聊天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是有一種自己 就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也會有人 也會有人 理解 然後有人欣賞的感覺 謝謝大家 今天也來陪我聊天 那麼我們這個禮拜的直播就結束了 我禮拜五沒有直播到 對不起 我禮拜五太開心 我那天都不在家 然後 跟親戚 跟親戚出去玩 就是我很久 我很久沒有跟我表妹出去玩了 然後 他們就是等我連假的時候突然來找我 結果就跟他們出去 然後完全忘記 因為那天都不在家 所以完全忘記直播的事情 然後我想起來才突然發現 啊我沒有直播到 然後就趕快 禮拜天的時候再開直播這樣 謝謝大家 掰掰